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以记忆为主 大家注意内容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进行一下重要考点回放 首先说一下不争取收入它的构成 它包括财政拨款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试验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所以我们说不争取收入它的核心关键词就跟财政干上了 你知道这个小技巧的话对解决一种典型的选择题 比如下列属于不争取收入的事 它往往不争取收入 免税收入 应税收入混到一块让你区分 那你一看带财政两个字的 那这个就比较靠谱了 所以不争取收入主要跟财政干上了 那么另外一个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这个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它是收缴两条线 你收过来的要作为收入总额 那么等你缴上去的时候 收入总额减不争税收入 你看那个公式收入总额减不争税收入 减免税收入 你收的时候走入收入总额的 你缴的时候那才能作为不争税收入减除 所以它是收缴两条线 那有可能出现你今年收的作为收入总额 但你没有缴你明年缴的话 那你缴的时候才能作为不争税收入扣服 要注意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财政性资金 它跟财政资金是不一样的 财政性资金主要是企业取得的 那么这个财政性资金 它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 那它包括什么 我们在这部里大家复习了 那么包括什么是可以作为文字性选择题的考点 那我们采取反向记忆法 主要注意它不包括什么 另外一个同学们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财政性资金 它不等于不争税收入 注意啊 它不等于不争税收入 为什么 因为只有财政性资金中 有专项用途的这种情况下 才属于不争税收入 所以那么财政性资金实际上是什么 大于 这大于号 它大于不争税收入 只有它符合三有原则 有文件 有办法 有核算 本身这个三有原则 文件 办法 核算 就是曾经的一道考试题目 记忆性的选择题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来研究一下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 那么要注意你不争税收入 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 那么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了 你资本化的也不能扣除折旧和贪销 为什么 因为你收入中不反应了 收入总统减去不争税收入了 那么根据配比原则 你那个成本费用中也不能扣除 它所形成的这个费用 对吧 支出是不能扣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配比原则的体现 还有一个不要忽略 就是在五年内未发生之初 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 政府部门的部分 那这时候你要啊 记住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收入总额 啊 这个要大家知道一下 还有一点呢 就是企业按照市场价格销售 货物提供劳务服务等 是政府部门根据企业的销售 货物提供劳务的数量金额的一定比例 给予全部或部分资金支持的 那这什么 是按权责发生制确认 除了这个以外的一些财政的补贴补助等等 他按什么收复实现值 按照实际取得收入的时间确认收入 对呢 什么时候是权责发生制 什么时候是啊 实际取得收入是确认 要注意区分 好 这是不正式收入 我们说的主要注意的内容 然后说说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过程中 要注意是国债利息收入 国债转让收入是该交税交税的 那么以及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等全性投资收益 那么这块呢 这两点要注意 在大体中往往做纳税条件处理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 与该机构常投资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全性投资收益 也是啊 属于免税收入的 还有就符合条件的非盈利组织的收入 那么怎么叫符合条件 哪些可以作为免税收入 这个在我们的考试选择题中 也经常考试 内容不领达复习的基础版讲过了 我们在做题时给大家练两道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要注意这个地方政府债券 它的利息所得也是免税的啊 还有呢 就是铁路债 它是减半 注意啊 地方债免税 铁路债减半 注意区别 然后接着来说说 企业接收政府和股东划入资产的所得是处理 拿到题以后 一看有划入资产 首先看到底是哪个主体划入的 是政府划入的 还是股东划入的 然后接着审题 看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最后来确定它的事务处理原则 其中政府划入 它的最美关键词是接收价值 而股东划入 它的最美关键词是公认价值 具体内容不领大家说了 这块是要求大家熟悉的 出过这种文字性的选择题 同学们要注意 好了 内容不多 抓住掌握的 可以跟大体结合的 纳税条件的 免税收入的 这块内容 其他的以记忆性的选择题 为考核的主要出题方式 我们做几道题感受一下 也是测试一下 要求准确率 在80%以上才算过关 看看这个 下列收入属于居民企业 不征税收入的事 快准狠 不征税收入 跟财政两个字干上了 所以我选低 依法收取并纳入 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这就OK了 那么像债务的豁免 接受企业的捐赠 取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都是应税收入 这就是最最典型的 应税收入 免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 它的区分 关键是快嘛 对不对 然后看这个题 说县级人民政府 讲国有非货币性资产 明确于股权投资方式 投入企业 企业应作为国家资本金处理 该非货币性资产的 继续基础 资产划入是吧 是谁呀 关键词是接收价值 政府确定接收价值 确认该非货币性资产的 积税基础 像这样的题 你就要快准狠 那么拿到这个题以后 马上想 它的数处理 然后知道它最美关键词 就快了 你不能是一个一个选项 去分析 要注意这个方法 好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 说下列各项中 免征企业所的税有 转让国债取得转让收 国债利息是免税收 转让收入正常交 所以不对 非盈利组织 免税收入资深的 银行存款利息 这个非盈利组织的 银行存款利息 要看本金 以免税收入 不争税收入资深的 银行存款利息 免征增值税 所以这个是对的 那么C错哪了呢 国际金融组织 向居民企业提供 一般贷款的利息收 但是优惠贷款 所以一般贷款不符合条件 种植观赏性 作物并销售取得的收入 这又跟税收优惠结合起来了 那么我们说 对这种农历牧鱼 如果它是生活中锦上添花的 那就是什么 减半 如果是老百姓离不开的 那就是免征 那你观赏性的 你不看 不影响睡觉吧 那么它是锦上添花的 看了可能心情愉悦 对吧 不看了该吃喝 该喝喝 所以是减半 它不属于免征企业所的税 所以正确的安全币是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那么你看 它考的还是比较细的 比较细的 再看这个 说下列收入中属于免税收入的是 国债利息 秒杀了 存款利息 应税收入 财政补贴 财政拨款 免税收入 最最典型的 应税 免税 不征税 的区分 好 再来看这道题 符合条件的 非盈利组织取得下列收入 免征企业所的税子是 从事盈利活动 有盈利 那正常经营 该交交不免 政府购买服务 购买服务 购买就是这种经营行为 所以不免 然后不征税收入 资深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免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 资深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是免征的 他说按照县级民政部门规定 收取的会费 我们要求是省级的 符合规定要求是省级的 所以答案选C 这是一个纯粹的 记忆性的问题了 好 再来看一个 说依据企业所的相关规定 符合条件的 非盈利息组织取得的下列收入 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是 接受社会捐赠的收入 这个很有干扰性的 当然这道单选金 可能利用这个题目的规则 你这个拿不准你往下看 肯定能把答案做对 但如果出现在多选金 你要注意 接受社会捐赠的收入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对非盈利息组织来说 他没有造学功能 他只能靠别人给的 然后呢 他这个一定的章程 一定的法律的规定 把他捐出去 给这个需要扶持的 这个群体 所以接受社会捐赠收入的话 他虽然叫收入 但他不交 那么而因为政府购买服务 具有经营性质的 这是要交的 然后C说 按照省议上 民政财政部门规定 收取的会费 刚才说的县级是不对的 但是省级是对的 对吧 所以这个答案也是对的 那么 也是这个符合规定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不正式收入 免税入资深的银行存款离收 这个我们前面都练过两点 所以这道题的最强干扰项是 A 大家注意 那么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捐赠收入 他作为非盈利组来说 是免税收入 好 那接下来看 22年这道单选题 说企业取得下列款项中 应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是 为指定用途的账户奖励 没有专门用途的 那这个企业取得的 那就属于什么 这种 财政性资金等等 这个是需要交的 所以呢 哎 要选 秒杀了 像国家投资款 对吧 那你作为股本 实收资本处理就可以了 它不是你的收入 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 而这个出口退税款 留底退税 那么像这个增值税 这个 它不属于财政性资金的范畴 所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寄税 就是秒杀 这个秒杀 好 再来看这个多选题 说企业取得的下列资金中 计入收入总额的是 增加企业实收资本的国家投资 这不是收入 所以呢 不走收入总额 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 其他收入九项 一般收入中 其他收入九项中的一项 这个是要计入收入总额的 按过一定取得增值税 出口退税款 这个出口退税款 不影响损益 它不作为财政性资金 所以这个呢 不走收入总额 企业资产的应于收入 收入总额 那么企业使用后需要归还财政的资金 那么你收到了除了需要归还财政资金以外的 都是作为你的收入总额 那你归还那个财政的话 这个是不走收入的 不是你的收入啊 所以呢 这个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 要求归还本金以外 才计入当年的收入总额 这道题的最强干扰项是选易 很多同学选了就错了 好 那么看看这个 非盈利组织取得的下列收入 为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 是购买服务 这个考试多次了 是吧 这个是不是免税收入 不增税收入 资成的利息收入 免税收入 接受个人捐赠的收入 免税收入 因为它是非盈利组织 免税收入 资成利息收入 免税收入 接受其他单位捐赠的收入 免税收入 所以答案A不对 B C D E都对 这道题还是要注意 就是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捐赠收入 这个我们前面刚刚也练过是吧 这道题的最强干扰项 就是要注意这个点 刚才讲了 为什么 那么这道题出现的时候 很多同学呢 把这个C和E给忽略了 这样呢 只能得一半分 还是很吃亏的 同学们要注意 好了 那么关于不增税收入 免税收入 你看我们举了这么多题 主要是考试原题 是不是 你会发现 它主要以记忆为主 所以这块呢 大家注意这个细节性的记忆 有了前期基础般的基础 我觉得问题不大 在这个阶段 要注意强化一些什么 陷阱点 比如刚刚举的这些 对吧 那么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好了 这讲呢 杨老师就带领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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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